大叔有张银行卡每天都显示余额还有五千零四块 怎么花都花不完 老范是个快递员 早年和妻子离婚 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 把辛苦挣的钱全用来养活儿子 要说儿子也是够争气 长得帅气不说 成绩还优越 在校内排名独占熬头 现还被老师选到国外参加数学竞赛 老范为儿子的优秀感到喜悦 可一听到出国要自费五千块 脸就搭了垮了下来 对普通人家来说 五千块咬咬牙还是能给出手的 老范也想让儿子去啊 可他没钱呢 送个快递能挣多少 委婉拒绝儿子的请求后 就火急火燎跑到上班的快递点 今年四月一日旅人节 也是老范的生日 可一大早起来就诸事不顺 先和儿子吵了一架 再是一上班就被老板批评 因他负责的一个快递丢失了 客户打了电话投诉要求赔偿 满打满算五千块 按照规矩是要负责送货的快递员自行赔偿 也就是说这五千块钱赔偿金 老范得自掏腰包了 世道间呢 为保住工作 老范再不愿也只得咬牙大出血 可他卡里刚好只剩下五千零四块 把钱全拿出来了 剩下四块留着喝西北风啊 可要是不给 下个月的生活怕是会更加艰难 老范忍痛把钱取出了 赔给了快递 剩下的四块刚好购买两张彩票 反正就那四块钱不如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买完彩票后老范继续送快递 送货途中遇到主播在直播 谁知闯口气的功夫就被送上了大转盘 充当抽奖工具人 哎 生活不易啊 还有更奇葩的客户 因为失恋准备跳楼 在接到老范的电话后 让他把快递丢了 老范自然不敢再马虎 万一你不跳回头找我赔怎么办呢 他就留下快递去送下一件 接着他又在路上看到 一辆奔驰撞了路过的老太太 老范正意赶爆棚 嚷嚷着叫车上的人下来 随着他的叫喊 几位壮汉下车 在他们熊啾啾的气势下 老范爆棚的正意感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不敢再为老太太打抱不平 三言两语把人打负后 他就向老太太道歉 老人家心里肯定不爽啊 怎么你做人还有两副面孔啊 默咽下这口气 回到家后 电视正在宣告彩票中奖号码 随着一个个数字的出现 老范惊喜的发现自己中奖了 奖金高达五千万 巨大的喜悦袭来 老范惊得说不出话来 甚至都没有发觉儿子 给他买回了生日蛋糕 怕穷的老范左思又想 觉得彩票放在哪都不放心 生怕到手的五千万飞走 他小心翼翼的藏到钱包的深处 睡前要抱在怀里才能安心 第二天一早 老范同意儿子出国参加比赛 毕竟现在有钱了 五千块咱们给得起呀 可儿子惊讶地看着父亲 我还没说这事呢 你怎么知道啊 老范没细想 把儿子送出门后 这样的跑到快递点 啥也不敢 先把老板消一顿出出气再说 随后老范来到对讲中心 准备兑换五千万 可要拿出彩票时 发现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他扣扣搜搜半天 把钱包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有找到那张 被自己捂了一宿的彩票 最终他被报案赶了出去 出来后老范百思不得其解 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拿起报刊亭的报纸一看 啊 怎么今天还是 四月一号愚人节啊 这不是耍人吗 无法接受现实的老范 大发脾气 把儿子买回来的蛋糕 丢在地上 用事一晚 老范出来时 发现地上的蛋糕 自己不见了 他恍惚地走在街上 因为今天还是四月一日 他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精神出了问题 他要去找医生检查 可啥事也没有 健康得很啊 老范无奈地 看着发生过的事情 一遍遍地 在自己的眼前重现 最后他突然想到 自己每天重复过一天 那卡里的钱 是不是也能原封不动啊 一看果然不多不少 刚好五千零四 既然被困在 四月一号的这一天 那不就代表着 这钱取之不尽吗 老范一下开启了 新世界的大门 进入到货货花钱的状态 本来是与儿子 好吃好喝的一天 可后来慢慢就改变了 老范抵挡不住 外界的诱惑 整天与狐朋狗 有花天酒地 儿子也不管了 出去纸醉金迷 拿着五千块租游艇 怎么开心怎么来 甚至想找第二春 给儿子找个后妈 可看着潇洒 却没有那么好 这不立马就被仙人跳了 隔天醒来 老范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与其婚恶的度日 不如好好地找个人成家呀 花钱找人介绍之后 却没有想到 相亲对象 竟是儿子的班主任 静静 她倒是挺喜欢对方的 可静静看她那一脸的不靠谱 顿时没什么好感 老范不死心 每天重复地跟静静相亲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打听后 老范终于能投其所好 获得美人芳心 可时间一长 她自认为够了解静静了 于是找一天 直接闯进儿子的学校 当着众人异样的目光 向静静唱歌表白 儿子因此遭到了班上同学的一顿嘲笑 静静也十分反感 这不着调的学生家长 放学后 老范在学校附近 看见了儿子被班上同学欺负 原来平日 同学就是因为老范是送快递的 而瞧不起他 沦为班上的笑柄 但他没有抱怨过一句 也没有嫌弃过老范是送快递的 因为他知道父亲赚钱不易 可他冲进学校的一通表白 让儿子伤透了心 他觉得老范根本不重视自己 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老范此时也恍然大悟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本心 最重要的儿子被他抛出脑后 于是他决定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隔天就改头换面 又送起了快递 鼓励辛苦直播的主播 苦口婆心劝下跳楼的客户 路上遇到撞老太太的奔驰 上去就是一脚 厌用的一幕还被路人拍下来发上网 经此一战老范出名了 儿子也为他赶到几 到了第二天 老范惊讶的发现 日子居然到了4月2日 他终于跳出了4月1日的死循环 影片最后 父子俩一起送快递 送到了静静家 也是缘分 静静看到直播 知道老范的壮举 心里对他很有好感 两人顺水推舟的就在一起了 故事虽然老套 用时间重置来打消人生的失忆 弥补轻轻纽带重塑自我 但想要告诉我们的无非也是珍惜时间 珍惜身边人 别让自己的一时失忆 无心伤害到家人 关系可以修复 伤痕却不能填补 好了 这就是萌妹今天带给你们的影片 有完没完 我们下次再见